Hello,大家好,我是KNLHobby的小金,你爱模型,爱科技,爱生活的小金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模型开箱呢,是一款微龙的,又是一款钻子绝版的,应该是比较少的,是没找的 这号是6427的一款,1比35的,德国SDKFC的250装甲车,还有一款,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看一下,应该是这款,可能是,是不是出口到国外,然后又转面销的呢,我看一下啊,这个是中式模型的,大家应该不陌生的啊 一开始我一直以为它的中土,中土,这还要叫这个,好,我看一下啊 这一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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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还有手机 好,好,有个不错的啊 我们看一下啊,正面的这样一个服装啊,正面的这样的包装啊,SDKFC250, 啊,J-E,EU这个啊,J-35, 39-45,这个系列的,这个是高级版嘛啊 这样一个伴侣代式的一轮装车 然后这个我转进几盒 我们看一下这个 侧面的话是1234567 红装的然后有一个金属输片 还有一个索贴纸 然后这款上市的是2007年 我们帮他再版的话是第一次再版 我们已经谈得很清楚了 另外一边 底盘部分 啊 这里是悬挂的系统啊 新的悬挂系统 这是什么代码 什么的金属输片 这有一个安装的地方 这些发动机内部发动机细节也有 好看一下背面 因为这个是整体的这样一个模型的一个设计图啊 3D的设计图 金属输片的部分 还有数字件啊 数字件做了一个干一棚 就雨棚 反复雨棚 或者是做成数字样的 然后这样有一个魔术 魔术履带 我们看一下 然后打开 这个很功夫啊 我们看一下 这个应该还是比较粗的这个版本啊 都有特别非打的感觉 等一下 这个魔术履带的部分 然后这边是一些特殊的接线 随天子有点不得 看一下 对面也没有傻了啊 然后这边是 红顿轮纹 这个驱动轮纹 一些部分 装甲 拖门 这个魔术履带的 這裏有個底盤 後面有個底座 背面 這裏也是底盤 後面有裝一袋 前面都已經開了 這些小的補卷 一些小槍 武器 這邊有些小箭 發動兵組件 看一下 這邊 穿身上面的裝甲 有些小的主件 彈簧劍 這個也是手持的空槍 MP45 這些是鋼盔 鋼盔 鋼盔 這裏也是手持的空槍 MP45 這些是鋼盔 用電腦、電腦、手油彈、空音材 驅動裡面就不太好 這個就是電腦的部分 做電腦的部分 這個是底板 好 收拾我們看一下 這個服裝有1、2、3、4、5、6、7、7的服裝 這個開箱就這樣,這是一款威龍編號64527的一款,1比35的這樣,半裏代式的KFC250的這樣一款半裏代式裝甲車 OK,感謝大家收看